金融武俠天地 武林自尊, 寶刀屠龍, 鋪靈天下, 莫敢不從, 倚天不出, 誰與爭鋒 倚天屠龍記 讓你自己亦嘗試一下, 毒釘的滋味, 坤龍派 你 拿回口釘也沒用, 毒一樣入了你身體 我真的猜不到 我蘇習 仍然不知道 如何得罪你們昆仑派 真是死不眼閉 你們追蹤我幾千里路 就是要殺我 詹姑娘 你做好心 告訴我 我究竟錯了什麼 一天都是你不好 你偷看我師父練劍 他的困倫兩儀劍 如果不是親手傳授 就算是本門弟子偷看 都要畫了雙眼出來 何況你是外人呢 真是真是真是 你死到臨頭 都還罵我師父 罵他又怎樣 我不是死得好冤枉嗎 我經過白鴨山 無意中見到你師父練劍 覺得好奇 才走過去看了一會兒 難道這樣 還學了他的劍法嗎 我說你們鐵琴先生太小器 別說我學不到什麼劍法 就算學到三幾招 也沒理由判過死罪 你們不讓假藥 武林中有這種規矩嗎 蘇大哥 都是我不好的 你說得對 我害了你 幸好我也陪你死 我是死而無怨的 不過 累了你家中老少 我實在過意不去 我娘子已經死了 剩下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明天 他們就是無父無母的孤兒 那… 那… 那府上還有什麼人照料他們 他們… 一直都是由我嫂子照顧 不過… 我嫂子的脾氣很差 唉… 要不是我做錯了 也不怪你的 你是奉師父之命 逼著我這樣做 又不是你跟我有什麼深仇大怨 其實… 我死了就算了 何必… 要打你一掌 又用我肯獨釘來刺你 要不然我傷害了你 你這麼好人 相信你怎麼也會照顧我兩個兒子 尖姑娘 你們所說的話 我已經聽到了 對了 你的喪門釘是浸過什麼毒的 你… 我懂得醫治你 你們兩位未必沒得救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毒 我現在的傷口又癢又癢 師父說中了喪門釘 四個時辰就會死了 讓我看看你的傷口 看你難生難世 骯髒骯髒的 別在這兒發瘋 你有這麼遠就走那麼遠 看看喪門釘 喪門釘是浸了青陀蘿花的毒汁 好了,妹妹,我們走 小兄弟,小兄弟 如果你懂得醫治 請你救救我們兩個的命 小兄弟,在下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請你不要見怪 那好吧,我儘管用金針來救你們 尖姑娘,你怕的就閉上眼了 我現在和你下針了 我不怕,我不怕 你剛才中了獎 心口是不是很痛 是啊,我… 我現在怎麼樣 唉… 真是胸口,現在不痛了 已經痛了,你就不會太辛苦了 這些青陀蘿花,血就生毒 入口是不要緊的 喇,現在你們就用口去咀嚼對方的傷口 一直咀嚼到咀嚼出來的血 再沒有營結的血快就可以了 那… 是,救命重要嘛 你們咀嚼血毒出來吧 我去找些草藥回來幫你們醫治 那好吧,謝謝你 謝謝你 小兄弟,我們這條命都是你救回來的 真是不知道要怎麼謝謝你才好 對了,你們這麼小的,想去哪裡 我們要去昆麟山的座亡峰 我就是回到昆麟山,你們跟著我去吧 蘇大哥,你這次雖然是得救 但是,我還有五個師兄到處追你 這件事還未了結 不如,你也跟著我去昆麟吧 咦,我想昆麟山? 嗯,我和你拜見師父 說明你的確沒學到昆麟兩而劍的一招半式 這件事,如果得不到他原諒 一定後患無窮的 唉…你們昆麟派真是欺人太實 我不怪望多兩眼而已 那就不肯放過我,還幾乎連命都沒有 蘇大哥,我是有我為難之處 你給我設想一下 唉…我怕五位師兄如果再出手傷你 那我就怎麼也過意不去 你先給我回去 去到昆麟 如果你有什麼重要事 我再陪你去辦吧 那…不過… 不知道你師父…肯不肯相信我 師父素來也很疼愛我的 如果我苦苦哀求 他怎麼也不會為難你的 了結了這件事之後 我還想去看看你的少爺小姐 讓他們不用讓你嫂子哭 好… 小兄弟,我們一起上昆麟 大家有個盤子吧 好啊 嗯… 昆麟山離開這裡很遠的 有很多個山峰 那個撞亡風在哪裡都不知道 不過我們昆麟派要找的 怎麼也找到的 我一定要找到的 嗯… 就這樣,讓我買好兩套山給你們替換 明天早上請一輛大車起程 好啊,謝謝你 小大哥,要你在這裡等那麼久 不好意思 不要緊 對了,你師父肯不肯見我 嗯…我一進去 看到師父在發脾氣 那我沒去吧 我先出來,明天才再來 哦… 阿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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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知道我回來了 那你先進去見他 好吧,你們在這裡等我吧 嗯… 弟子拜見師父 嗯… 叫你去做的事 做成怎樣 成蘇那個東西呢 現在在外面 哦… 他來向師父叩頭謝罪 他說…他不懂規矩 的確不應該看師父練劍的 他看完之後 他知道這些天下無雙的高明劍法 但是怎樣高明法 他就一點都領回不了了 哼…你找到他回來 你做得不錯 啊… 弟子還沒向幾位師母請安 哦… 唉…你回來 去看五姑也好 他病得很沉重 哦… 你總算可以見到他最後一面 師父 五師母是什麼病啊 唉… 阿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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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知道他是什麼病 那就好了 找了七個名醫來看他 個個都看不到他是什麼病 哦… 柳得仔 我就把那七個東西 用鎖鏈鎖在一起 那…五師母現在… 他原本是如花似玉的 現在全身浮腫 嗯…總得好像… 唉… 不要提了… 那怪不得師父這麼擔心 嗯… 我用耐力試過他的經盟 又探不到他是什麼不妥 哼… 如果他條命不保的 我一定耍盡天下容易的 那弟子去見一下五師母先 好… 我陪你去 啊… 嗯… 唉… 那些沉重鬼人 已經不省人事了 你說怎麼辦 師父… 啊… 不如這樣吧 找弟子帶回來那個醫生看看 啊… 你… 你… 大夫帶了回來 是啊… 從河南帶回來的 年紀雖然是小一點 但是很本事的 唉… 為甚麼你不早點說啊 快點請他進來啊 啊… 弟子馬上去 嗯… 唉… 七個都醫他不好 難道一個就醫得好他 哼… 如果是這樣的… 師父 啊… 啊… 阿春啊 你那位大夫呢 就是這位小兄弟了 啊… 他的醫術很高明 我怕很多名醫都不及得他 唉…胡鬧… 胡鬧… 師父 弟子種了青陀螺花的毒 都是他醫好我的 啊… 啊… 江綺? 是啊 喔… 唉… 小弟哥啊 你真是懂醫病? 嗯… 好吧 那你過去和我看看他是甚麼病 啊… 張兄弟 不乖你啊 你過去吧 師父啊 嗯… 他和五師母看墨啊 嗯… 嗯… 咦… 怎麼… 拿金針出來的? 啊… 做甚麼呢? 哎呀… 他…他…咬下… 他臉上那塊樹 喂…喂…你… 小兄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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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病有得救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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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他… 他…捐進床底的? 師父… 他這樣做一定是有道理的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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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用來做藥的 啊… 他當然是出去找藥也不頂了 找藥? 是呀… 哎呀… 哎呀… 你看看他呀… 自由淡頂… 看看這裡…看看那裡… 哎呀… 我說他想花就真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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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病… 本來可以治療的… 哦… 不過我不想治療 啊… 尖姑娘… 我要離開了… 張兄弟… 如果你治好我五師母的病… 我們昆仁派… 上上下下都感激你的… 你一定要治好他才好啊… 我認得這個人 啊… 認得我? 認得我什麼? 當年逼死我爹和娘親的… 你這位鐵先生都有份… 我為什麼要救你親人的命啊? 哎呀… 哎呀… 小兄弟… 令尊和令堂是誰呢? 師父就是武當派的第五弟子 啊? 張取山的兒子? 當年各邦各派… 逼我爹趕出金無師王的下落… 我認得你… 當時你也在那裡… 哎呀… 哎呀… 令尊在生的時候… 在下和她是好朋友… 她自問身亡… 我…我真的非常痛惜啊… 哎呀… 是啊… 令尊令堂死了… 我師父說哭了幾場… 她時時都跟我們說… 令尊生前是她最好的朋友… 張兄弟… 如果你早點說明是張五合的令郎… 我對你又更加尊敬啊… 唉… 那好吧… 我告訴你啊… 啊… 這位夫人不是有病啊… 她是中了金銀血蛇的蛇毒啊… 什麼…蛇毒啊… 沒錯… 尊夫人的病… 完全是因為窗口外面… 那八棵靈芝蘭而起的… 啊… 什麼… 靈芝蘭… 哎呀… 哎呀… 張兄弟… 那棵蘭花… 是人家在西域帶回來送給我的嘛… 開花的時候… 有一陣香味… 那些花又嬌艷… 啊…奇啊… 什麼… 原來是禍根來嗎… 是啊… 根據醫書所說… 這些靈芝蘭的根部… 就好像個皮球仔那樣的… 大紅色…很毒的… 哦… 你要找人拔上來看看… 就知道是不是… 啊…這樣啊… 啊… 好啦… 喂… 來… 你們馬上去拔一棵靈芝蘭上來… 小兄弟… 還有什麼吩咐啊… 嗯… 我現在想看看… 那個蘭花頭是什麼顏色的… 好…好…等一會吧… 啊…行了… 唉… 拔到來了… 師父… 柳王煙火都拿來了… 好… 師兄掘了個蘭花頭… 都讓我拿進來了… 嗯…嗯… 看看… 咦… 那個蘭花頭… 真是紅色的… 這樣就行了… 把其他的蘭花頭… 都掘出來了… 好… 然後呢… 就用個撥裝著它… 加八隻雞蛋… 一碗雞血… 哦… 全部棕爛它… 棕得好像張湖一樣… 不過… 棕的時候要小心點… 啊… 千萬不要碰到皮膚… 嗯… 那好吧… 我叫他們照樣做吧… 還有… 你們要預備… 兩個尺幾長的竹筒… 要有塞的… 另外呢… 有一支幾尺長的竹筒… 好… 我馬上去做… 嗯… 沒有錯了… 現在的蘭花… 已經中得好像張湖一樣… 喏… 現在呢… 你就要把這撥藥糊… 倒在地上… 屯屯圈圈圍著那個蛇洞… 然後呢… 還要畫一個… 兩寸長的缺口… 哦… 好… 啊… 詹姑娘呀… 你們要先用棉花… 塞住鼻子… 哦… 師父呀… 你也要塞住鼻子… 啊… 一會兒… 看見毒蛇出來… 千萬不要大驚小怪… 啊… 要嚇到它走了… 那就會前功盡廢的了… 知道了… 把藥糊倒出來… 圓圈圈圈… 嗯… 不錯了… 現在呢… 還要在蛇洞外面… 扁住那扎蘭花葉… 這樣才能引出那兩條毒蛇出來的… 好呀… 何先生… 你站在這裡… 不要隨便走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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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姑娘… 行了… 你回去韓先生那邊… 呃… 哦… 師父… 呃… 他是這樣拿著那個桶… 蹲在圓圈的缺口那裡… 是不是打算捉毒蛇呢… 嘶… 沒錯… 沒錯… 有個蛇頭伸出來… 呃… 爬出來了… 咦… 咦… 為什麼蛇頭有個桿呢… 是金色的… 哎呀… 奇… 蛇身… 就好像血那麼紅… 看樣子…也有七八寸像… 有四隻腳的… 哎呀… 又有一條爬出來了… 蛇頭又是有個桿的… 是銀色的… 嘩… 嘩… 他真是很快手… 他用小竹… 撥下那條毒蛇… 撥進去那個竹筒裡… 他也不怕… 還塞住他… 咦… 另外那條…想跟進去… 哦… 他用另外那個竹筒引了他進去… 好了…好了… 塞住那竹筒了… 好… 尊姑娘… 剛才叫人把紅王… 明凡… 和大王… 撞爛了幾個藥… 在這裡… 還加上石灰粉… 拌勻了… 是不是要用呀… 是呀… 快點拿來… 哦… 奇怪… 有什麼用處…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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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冷靜去… 我沒用來… 很急… 是呀… 啊… 那條金官蛇… 飄了走到五師母爭床上面… 唉… 張兄弟… 小兄弟… 吵了… 欸… 那條金官蛇… 轉了上床… 我知道… 何先生… 現在你輕輕拉開一張被子 看看那條蛇是否咬住尊夫人的腳趾 那…如果真的被蛇咬住,那怎麼辦 如果是,就值得恭喜你 值得恭喜? 你先去看看 那…好吧,好吧,好吧 真是咬住 何先生,現在這條蛇 就是把尊夫人身上的毒吸出來 你看看,蛇身已經漲了一倍了 是呀 你走開一點 讓我拔開,裝著銀觀蛇的竹筒的木室 師傅,你看看 為什麼拔開那個木室 床上那條金觀蛇會走下來 吐點毒血餵那條銀觀蛇? 真的呀 這麼神奇 好可怕 看來這個小孩也有些本事 兩條毒蛇都收了入竹筒裡 以後呢,每天都是這樣 放他們出來兩次吸尊夫人身上的毒 另外,我再開一條消腫補虛的藥方 那十天之內呢 尊夫人就可以完全康復了 噢,這樣吧 是呀 小兄弟呀 你真是神父其妓了 我看其中也另有原因的 好可怕 剛才一節 《倚天屠龍記》第28年 是由李安球監製 袁偉榮編導 金融原著 荒狼改編 楊耀倫錄音 現在已經播放完畢 所以,還用車子 接觸音速度 最竹筒 emergency 看來